連夜雨震過後 牆面大片剝落 建築紅磚外露 一樓地板更出現 因牆震造成地面擠壓 目測至少兩公分的深深裂縫 老人家心驚驚 嚇得不敢進家門 連夜睡在車上 地上全是石塊磚瓦 花蓮是花岡街的名宅 至尊門地 七層龍建築屋林已有三十年 距離倾斜的富凱飯店 僅六百五十公尺 卻也和富凱大飯店一樣 沒被貼上紅黃丹 恩一同中正路上的上一大鎮 外牆正出X型 人行到圍起封鎖線 磚塊隨時都還會掉落 居民很想緊急申請鑑定 應該會吧 會想要申請 以為是有點擔心就對了 花蓮建物圍樓快篩 地震過後的建築總體檢 責任又該由誰承擔 我想我們花蓮縣政府 應該要扛起這樣子的責任 來主動出勤 我們這邊會跟我們的民政客 跟建設客也都會跟里長說 那也會請你幹事去下去的一個部分 去做一個瞭解 那也希望說我們查報的一個大樓 然後報給縣政府 花蓮餘鎮不斷 圍樓數量恐再攀升 如果住戶沒主動申請 或李領長協助通報 就不在鑑定名單裡頭 貼不上黃紅單 不清楚住家安不安全 也無法申請後續補助 真的不怕一萬 只怕晚宜 三年新聞呂燕花蓮報導